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来了 洛富A出口 这个集白 我们现在准备扎仔衣服 现在就直走过去 直走过去 现在我们准备转去左手边 现在就是左手边这边 有一条直路去的 我们现在就直走 有一条直路 一直走过去 现在有个直走 前面有一条樓梯 看到各家市 有条樓梯 我们会再走下去 前面有一条樓梯 现在大约是2.45分 正好 我们看看几分钟会走到架石山 这样就由这条樓梯上去 我们上完这条樓梯 现在落库公园就在对面 我们就在前面 就还过马路 到这条樓梯上去 到了这条樓梯 就是联合道这一条樓梯 那里也有个牌子 寫着 落库公园 我们由那边进去 今早没有太阳 太阳梯了 现在太阳梯了 太阳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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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都凉了 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热了 太阳梯了 我们现在就向左手边方向直走 前面这棵粉红色的树 有些粉红色的花 掉了些叶在地上 好漂亮 花瓣 是羊子京 初次掉下来 很好漂亮 粉红色 粉红色 初次掉下来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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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经过这个小公园 还可以拜众宠物 走这个公园 看这边 这条斜坡也很大 也很斜 也很斜 但正常今天 那个气温是 昨晚开始 昨晚的气温是 梅水库 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草地 这边是上格仔山的 我们先上这边 这边有条小楼梯 这边有条小楼梯 就是由这边上去隔仔山 就是由这边上去隔仔山 所以大家小心点 所以大家小心点 这条路 都挺窄的 小心点走过去 大家要 这里有一条 蓝色丝带 给你记认 有人绑了在这 这些行山的路友记 接着就由这边再走过去 这里小心点 很大 这个位 这条山路 是再上去的 其实这里不算难走 不过 如果带了行山棍 有些级都很高 你带行山棍就容易走些 好了 我们走到这边 就直走一点 这里有一个小公园 有个指示 有蓝色这个城 人们都特意放一块块的东西 好像楼梯 让你走上去 由这里 这样走上去 你喜欢可以走这些 好像他们做的楼梯 可以这样走上去 一路就这样走上去 这些这么高 其实鱼带的行山骨 就会 方便一点 好走一点 有些人都特意上来 做一下运动 走一步 走一步 这个大草地 都可以野餐 我看到有些人都在野餐 好了 这里又再直走 好了 到了一个 小型的座标 这个小型座标 这就是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座标 这就是 乐富的贝水库公园 大草园 这里 然后我们就向这一边 走下去 这里 这边有一条路走下去 我们就一直走下去 一路这样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这条路呢 没有太阳 很舒服 很舒服 好了 那这里呢 就由这里这样 走过去 再上一点 再上去 其实我们应该是到了格仔山 这里都是红红灰灰的 那我们就再由这里上去 来吧 哇 又有 朋友仔又绑了一个绳子 在这里了 又告诉你 由这里走下去 这一边呢 就有太阳了 沿路呢 就这样走过去 现在开始这边很空旷了 太阳又出来了 太阳又出来了 哇 这边很好太阳 对吧 如果这里呢 晚上看东西一定很漂亮 嗯 哇 已经到了了 这里就是格仔山 找到 是的 本来以前没有了 后来之后呢 就再游些油 下去呢 就继续这个格仔山的形状了 所以呢 这里呢 现在很多人都会走回 这个山 这里呢 特意呢 建多些树在这里 打算遮住它 让飞机不要看错 因为以前 建得机场在这边 所以就做这个 红白色的格仔山 给他们 那后来 越来越多人走回 那所以 他就 做这个 红白色的 那这里呢 就有一个 楼梯可以下去的 这边呢 如果好风呢 要来曬一下太阳 多正在这里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啊 有蜻蜓飞来飞去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啊 我看这个就没有 这边有虚拗 在这里 有仍然 有蜻蜓飞去 现在在这边 這條菜應該是可以農馬去搭定 來 麥 好 現在我們回去了 我們回去了這個公園 大草地的大草園 你看看下面有野生 我們現在開始走回去 左邊這一邊 去這個海水配水庫那邊 走去大草園 寵物共享公園 向那邊走左邊 現在我們向右邊走 去看看 獅子山 這邊的太陽曬得很棒 很殘眼 從這邊進去 這邊就不能帶狗進去了 秋天來野餐不錯 大草園 獅子山就在前面 剛才我們就在這棵樹的上面 在那邊登園 下巴下來 因為那裡沒有路口 可以下到這個大草園 開始 現在已經四點了 現在已經四點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或分享給朋友觀看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下次就可以收看我的影片 再見 拜拜